第二十章 山川劍 謝韻話沒說完 突然一縮頭 周匪吃他的霉韻已經吃撐了 一看他的動作 當下頭也沒回 橫刀就砍 原來是方才那火鬼似的敲鑼人 不知怎麼往這邊飄了過來 刀刃撞上銅鑼 周匪的刀太快 看似揮了一刀 那鑼卻響成了一片 堪比敲鑼打鼓喜迎新媳妇 敲鑼人一撒手 銅鑼四周立刻長出了一圈荔齿 那鑼盾牌似的扣在他的手臂上 活像扛了個刀槍不入的烏龜殼 此人輕功極高 再加上一身白衣 越發詭異可步 如同活鬼 偏偏周匪的浮游鎮越走越熟 兩人轉眼間在原地轉了有七八圈 簡直讓旁觀者眼花撩亂 周匪刀法為一絕 跟浮游鎮搭起來更是絕配 可這敲鑼人抱著個可攻可守的銅鑼盾牌 像個全在殼裡的王八 叫人無從下手 而且無論浮游鎮怎麼千遍萬化 他好像總能先一步察覺 銳利者常不能持久 何況周匪年輕 積累不深 這麼長久地磨下去不是辦法 謝韻看得直皺眉 四下巡摸了一番 突然扭頭衝進客棧 不知從哪找了個銅盆出來 朗聲道 阿斐 法寶來了 速戰速決 周匪說 什麼 他沒問完 就聽身後嗡的一聲 周匪吃了一惊 腳不沾地地閃開 只見一個碩大的銅盆破空而來 當當正正地撞在鑼上 撞出一聲石破天驚的巨響 銅盆被那花牙的鑼撞了個口 激里咕噜地彈了出去 周匪忙以伸手 將這破洞的法寶揭在手裡 看清了此物是何方神聖 差點回頭給端王跪下磕頭 這正打的熱鬧呢 一個破銅盆 敢來倒什麼亂 可惜人家不給他五體投地的機會 那敲鑼人先是被砸過來的銅盆嚇了一跳 往後退了一步 隨即很快反應過來 又捲土重來 周匪手裡舉著個愛手愛腳的銅盆 扔也沒地方扔 左支右觸地用銅盆當盾牌擋了幾下 亂想震得他自己耳朵都發麻 簡直好像化身雷弓店母 然而很快 他又發現了這銅盆的妙處 那敲鑼人原來眼神有點問題 半夜三更里需要靠鑼聲的動靜定位 此時加上一個咚咚乱叫的盆 他頓時被炒成了個眉頭的蝙蝠 方才鬼魅式的身法亂了 朱匪一邊暗息一邊疑惑 這謝雲怎麼什麼都知道 他這麼多年到處閒逛 是不是仗著跑得快 滿世界聽牆跟了 那吊死鬼似的敲鑼人很快露出了破綻 周匪抬手將銅盆丟到一邊 光當一聲 敲鑼人下意識地跟著響洞偏了一下頭 這一刻分神已經致命 周匪長袖一戴拉回長刀 半點不拖泥帶水地抹了他的脖子 他再一回頭 發現謝雲那絲已經不見了 周匪四下掃了一圈沒找著人 突然面前落了一顆小石子 他抬頭一看 見謝雲不知什麼時候上了房頂 正衝他招手 周匪趁亂縱身越上一棵大樹 腳尖在樹梢上一點 輸得上了房頂 謝雲一拽他的袖子 嘴裡還美癲癲地胡說八道 拐個小美人 私奔咯 說完 他預感自己得挨揍 未不先知地抬手抱住頭 誰知等了半天 周匪卻沒動手 謝雲詫意地一回頭 只見周匪摩索著沾了血跡的刀柄 問道 打王爷犯法嗎 謝雲道 打誰也不對 毆打庶民與毆打王子同罪 他本意是勸說土匪向善 不料土匪一聽到同罪二字 就放了120個心 當即抬起一腳 將謝雲從房頂踹了下去 謝雲像隻九命貓 雖然是滾下去的 但滾得十分舒展 落地時已經調整好了姿勢 悄無聲息地飄落在馬舅旁邊 他一手扶著馬舅的木頭柱子 驚魂未定地撫胸道 分寸啊 男人閃了腰是鬧著玩的嗎 周匪蹲在房頂上 睁著一雙大眼睛問他 哎 你真是端王爷嗎 會不會 他本想問 會不會是他們認錯了人 但轉念一想 文玉雖然同他萍水相逢 但看起來是個靠譜的人 應該不會這麼瞎 於是話音一轉問道 是你投錯胎啦 謝雲的嘴張了又閉上 愣是沒想出應該怎麼接這話 他雅然片刻忍不住扶著腰笑出了聲 府長道 不錯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阿肥 這都能讓你看出來 我真是越來越喜歡你了 他嘴上十分忙碌 不耽誤手上偷雞摸狗 謝雲三下五除二 從馬舅中拖了兩匹馬出來 將一根縣繩丟給從房頂上跳下來的周匪 放心 文將軍是你爹手下第一打手 青龍主從他手裡逃不了什麼好處 咦 吳小姐 周匪回頭一看 只見吳楚楚不知什麼時候也出來了 雙手還抱著小小的包裹 氣喘吁吁的 周匪皱眉道 這裡刀劍無眼的 你出來做什麼 快回去 吳楚楚猶豫了一下 七七意意地說道 你 你們這是要走嗎 東西都帶齐了嗎 謝雲笑嘻嘻地回道 跟著我抬腿就能走 什麼都不用帶 沒錢了 周匪面無表情地接道 去要飯 謝雲驚叉道 你怎麼知道我還幹過這一行 是不是見我年輕貌美 偷偷跟蹤過我 周匪點點點點 周匪其實看得出來 吳楚楚不想獨自跟文將軍他們走 在南朝無親無故 他孤苦伶仃一個女孩子 去投奔一個不認識的人 投奔的人只聞其盛名 人品好不好 脾氣好不好 一概不知道 確實令人恍然恐懼 可是周匪自己風里來雨里去 隨時能跟人拔刀動手 也實在不方便帶著他 只好有意威嚴聳聽 想讓吳楚楚自己回去 周匪心想 怪只怪我本事不夠大吧 要是他能像他外公一樣就好了 跺一跺腳 整個武林跟著鎮三鎮 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哪裡用顧忌這麼多 以吳楚楚的家教 斷然不會開口搶人所難 一時間 可不可以戴上我 這句話他怎麼都說不出來 眼淚都快下來了 就在他進退兩難的時候 一隻手突然從他身後伸過來 一把扣住他的脖子 吳楚楚驚呼一聲 隨即被迫仰起頭 那分明已經被花掌櫃封住穴道的小白臉 居然不知怎麼自己站了起來 他半張臉都隱藏在暗處 鼻梁高而細窄 下巴尖銷 嘴角含著一點笑意 越發像個傳說中殺人損血的妖物 他越過吳楚楚的頭頂 看向周匪 輕聲道 別動 我雖然本領稀松 比不得南北刀這種了不起的大人物 可掐死個小丫頭 還是不難的 周匪一看見此小白臉就力氣上擁 森然道 你大可試試 他少一根頭髮 我活騙了你 小白臉似笑非笑地看著他 側頭在吳楚楚頭髮上輕輕秀了一下 答非所問地評評道 我覺得這個姑娘比你好看一點 女孩子細細軟軟的才好 整天打打沙沙的 小心長一臉皺紋 哦 也對 我忘了 通常你們都活不到能長一臉皺紋的年紀 周匪動了殺星 星神自然落在手中刀柄上 短暫地關閉了他的靈牙利齒 一言不發地盯著那小白臉 小白臉衝他眨著眼睛又笑道 再說 我看起來難道像個怕死的人 忽然旁邊的謝韻開口叫道 阿沛 那小白臉聽見自己的名字目光一動 唐吐了 我聽幾大俠這樣稱呼閣下 謝韻彬彬有理地衝他笑了笑 接著張嘴說了一句石破天驚的話 想必閣下大名便是這個了 那麼敢問尊姓是不是陰呢 周匪沒聽明白 心說姓陰還是姓陽有什麼區別 那小白臉的臉色卻疏得變了 整個人好似被瘋狗咬過 嘶聲怒吼道 你說什麼 你知道什麼 他的手不由自主地用力 掐得吳楚楚真快斷氣了 哆嗦得像一片秋厚的枯葉 這一瞬間 花掌櫃不知什麼時候 前到他身後 那小白臉暴怒之下 心神失手 竟沒能察覺 被剩了一隻手的花掌櫃 一掌打了個正著 他亮槍一下 不由自主地往前撲去 周匪毫不遲疑地一步邁上去 探手扭住那小白臉的小臂 一拉一拽中 帶了些分筋錯骨的手法 嘎拉一聲便將他的小臂關節卸了下來 同時接住吳楚楚 往身後一甩丟給謝韻 提刀便要宰了那小白臉 兩個聲音幾乎同時落下 慢著 周匪的刀刃 離倒在地上的小白臉只有一線 油皮都擦破了 硬生生地掉了下來 那森冷的刀光疏得閃入血槽中 硬的刀下之人 臉色一片鐵青 出生的一個是謝韻 一個是己云辰 己云辰先低聲下氣地說道 我沒料到他竟然學了青龍主的一穴之法 一時失察 實在抱歉 這名叫鷹佩的小白臉 人在刀下 依然在孜孜不倦地找死 文言大笑道 難不成你以為我入青龍教是個幌子 怪不得這小白臉給什麼吃什麼 鬧了半天是積聚體力 等著夜深人靜沒人防備的時候再殺人逃跑 己云辰沒搭理他 誠懇地對周匪道 可否請姑娘饶他一命 看在 周匪冷冷地瞥著他 預備著只要這廚子敢說一句 看在我的面子上 他當場就在這小白臉脖子上開個洞 這己云辰婆婆媽媽默默唧唧 天天頂著一張活膩了的碗娘臉 也不知道給誰看 要不是被他連累 花掌櫃也不至於自斷一萬 也不說替朋友出氣 反而給這小白臉求情 雖然花掌櫃本人沒說什麼 周匪一個外人 也不好做些強行替別人打抱不平的事 但這不妨礙他看己云辰不順眼 幸虧己云辰的臉沒那麼大 只聽他口中說道 看在李老寨主的面子上 周匪 嗯? 他好懸才把準備在嘴邊的 蒜哪根蔥給咽回去 噎得好不胃疼 謝韻在他身後低聲道 阿斐 要是我沒猜錯 此人是英文藍之後 周匪惡然道 山川劍 山川劍就是雙刀一劍中的那一劍 劍乃君子 自古十個煉武的 起碼得有六七個使劍 但凡能靠劍闖出名頭的 大抵都不是一般人 山川劍英文藍與枯榮首 他們那些少年成名的不同 他是鎮井八百出身名門 一輩子穩扎穩打 最後大器晚成 中年之後方才自成一代宗師 英氏曾經興盛一時 舉世無出其右者 他物工其高 為人又大方 得高望重 江湖中已有數百年 沒出過號令群雄的盟主 而山川劍在世的時候 卻真能一呼百應 雖無名號 卻隱隱是群龍之首 可惜英氏地處中原 不像四十八寨那樣偏安易遇 有山川做屏障 南北對峙時 英氏首當其衝 自然不能獨善其身 當年北斗七星齊聚英家莊麗 逼迫英文藍投向北朝 堂堂山川劍 連正統大招肇事都沒有依附過 怎麼肯晚節不保投靠尾朝 英文藍自然不肯 只是她當時年紀大了 倒也沒有什麼鬧事的心 一時生出歸隱的念想 可惜 數大必招風 英文藍一再避讓 終究沒能躲開險惡的士風 英文藍怎麼死的 至今仍然眾說紛紜 到了周匪他們這一代人 只大概知道英文藍暴斃而亡 此後英家莊分崩離析 像無數淹沒在塵埃中的門派一樣斷了傳承 周匪的目光緩緩落在她刀下的小白臉身上 她 是山川劍的後人 她的神色實在太驚诈 不知怎麼刺激了英佩 那小白臉默得一咬牙 竟向她刀刃上撞去 周匪忙縮手撤刀 用腳尖將英佩踩了回去 暴躁道 你都長成這樣了 還怕別人說 真這麼要臉 早幹嘛去了 不知是她下腳太重 還是英佩氣性太大 聽了這句話 英佩當場爭了片刻 之後竟面如精紙 活活呕出一口血來 幾雲塵神色微微一動 面露不忍 嘆道 其實她 謝韻見她又有一山高的苦中要素 忙打斷她道 幾大俠 別歧視了 此地不亦久留 我們還是先 她還沒說完 客棧樓上突然有人說道 三公子 您在這兒啊 嚇死屬下了 以為您又丟了 那白先生找來了 謝韻腳底下好似抹了十八層純豬油 蹭的一下 鑽到周斐身後 連聲道 英雄救命 快快幫我攔住她 周斐很無語 謝韻比她高了半頭 跟她對視了半賞之後 突然想起了什麼 她肩縮腰彎下腿 施展出縮頭大法 硬是把自己塞進周斐 一點也不偽暗的背影裡 她眼珠一轉 嘴裡還嘀咕道 你恐怕打不過這老流氓 得智取 跟她說幾句話 拖一會 容我想想 周斐徹底拜託在端王爺 這張刀槍不入的臉皮下 她先是一抬腳 將英佩踢到了花掌櫃那邊 口中卻叫道 白先生小心 白先生一愣 沒明白周斐讓她小心什麼 聽她出口示警 還以為身後有敵人 連忙四下查看 這一分神可不要緊 只聽呼的一聲風響 帶她回過頭來 只見一床被子劈頭蓋 臉的衝她扑了過來 客棧後院中 曬了幾床換下來的被褥床慢 周斐掩明手快地挑了個最後的 一把掀起來 自下而上 蒙向白先生的臉 白先生也看不清被子後面有什麼 忙提劍便劈 誰知周斐就在被子後面 被被子帶著她的盡力 白先生剛一動刀 她就猛一掌將其推了出去 兩箱力道撞在一起 棉被青刻間粉身碎骨 大團的棉絮炸了個千數萬數梨花開 飛得漫天都是 白先生當即被迷了眼 就這麼一刹那間 棉絮中伸出一把刀 閃電式地攪開白先生的掌中箭 猝不及防地架在她脖子上 白先生多少年沒吃過這種悶虧了 意識大意 竟然被一個小丫頭暗算了 還是個她一直以為忠厚直爽 眉心眼的小丫頭 周斐低聲道 對不住 白先生被她一刀架在脖子上 渾身僵直 胃力往上泛酸水 然而還不等她施展三寸不爛之舌 周斐便三下五除二地封住了她的穴道 隨後似乎十分羞愧地衝她一抱拳 說道 我都說讓您小心了 白先生 嗯? 整天跟他們家三爺混在一起的 怎麼可能靜默者不黑 謝韵大笑道 好好好 有我年輕時候的風采 己云辰這次 終於掌了一會眼力見 揮手道 青龍主未必是自己來的 你們騎馬出行太危險 請先跟我來 周斐猶豫了一下 謝韵卻衝她招招手 跟她走吧 周斐一揚眉 還沒說話 謝韵卻仿佛知道她要問什麼 低聲說道 我再教你一個道理 有些人可能看起來不對你的脾氣 討人閒得很 但一代名俠 任憑自己混成這副半人不鬼的模樣 至少說明她人品還不錯 周斐雖然不相信己云辰 卻比較相信謝韵 當下提步跟了上去 並且舉一反三地賜了她一句 這麼說 端王殿下任憑自己混成這副江湖騙子的德行 也是因為你人品還不錯 謝韵好像一點也沒聽出她的嘲諷 臉不變色 心不跳地成了這句誇 讚嘆道 嗯聰明 慧眼如炬 周斐一時無言以對 這樣一來 花掌櫃 吳楚楚 還有那重新被制住的小白臉櫻佩 都莫名其妙地跟著一起來了 己云辰將他們領到了後院的酒窖下面 掀開一口大缸 下面竟然有個通道 看起來黑洞洞的 也不知道有多深 己云辰隨意摸出一個火折子 率先潛了下去 櫻佩仍在花掌櫃手裡 無暇鬧夭 嘴卻還不肯閒著 劍狀笑道 堂堂北刀 在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客棧裡給人做廚子 做廚子的黃黃不可終日 硬是要給自己挖一條地道 好好的不肯做人 竟願意做耗子 奇怪 花掌櫃不緊不慢地開口道 你呢 好好的不肯做人 竟願意去做狗 奇不奇怪 英佩氣息一致 那花掌櫃卻在神色緩和了片刻後 緩緩地開口解釋道 這密道是我留下的 不關己老弟的事 周匪和謝雲都沒問 只有吳楚楚不太懂這些規矩 其道 您留下這條密道做什麼 花掌櫃也沒跟他計較 一笑起來又是一團和氣 說道 姑娘我們這些人 有朝一日隱姓埋名 多半都是躲避江湖仇殺 沒別的理由了 這時 走在前面的幾雲塵 忽然將密道兩側的小油燈點了起來 黑曲曲的密道裡瞬間有了光亮 將人影拖得長長的 在細弱的光裡搖搖晃晃 吳楚楚嚇了一跳 隱約聞到了一股潮濕腐敗的味道 似乎是地下 久無人來的密道裡 生出了不請自來的苔藓 幾雲塵的後背有一些勾搂 每天迎來送網切肉炒菜 久而久之彎下去的腰 就凝固在那兒 不怎麼能直回來了 周斐聽著花掌櫃和吳楚楚說話 心裡卻另有想法 他見識了花掌櫃斷腕的果斷很辣 與能屈能伸 不太相信他會是那種 為了躲避仇殺 委屈自己鑽地道的人 還是覺得他在給擠雲塵扯遮羞布 他問道 這條路是通往哪兒的 花掌櫃回道 一直通往恆山腳下 周斐 啊 勒一聲 過了一會兒問道 直接挖到恆山腳下 恆山派沒意見嗎 早年間各大門派都是依山傍水而立 因此明山中多修行客 有道是太山長畫山劍 恆山路飄渺峨美美人次 這樣算來 恆山應該也是個很有名的大門派 周斐本是隨口問的 誰知他一句話出口 周遭靜了靜 周斐十分敏感地問道 怎麼 謝韻低聲回道 你可能不知道 上次南北在這一片交戰 大概是六七年前吧 打得天昏地暗 恆山派一直頗受老百姓敬重 好多弟子都是山下人家的 不可能無動於衷 可是一旦插手 就免不了引火燒身 花掌櫃接道 不錯 那一站從掌門到幾個輩分高的老人 都捨在了裡頭 林星剩下幾個小輩 哪裡撐得起這麼一個爛攤子 有家的弟子各自回家了 剩下走不了的 跟著新掌門離開了 聽說那新掌門是老掌門的關門小弟子 走的時候也不知有沒有十六七 哎 人不知去哪兒了 周斐一愣 不由自主地回頭看了一眼 目光從花掌櫃那張被肥肉擠得變形的臉上掃過 又落到櫻沛身上 心裡一時有點茫然 二十年前 最頂尖的高手們 而今都已經陰沉難尋 南刀身死 北刀歸隱關外 留下個武功全廢的傳人 在小客棧裡當廚子 山川鑑英式血脈斷絕 滿院蕭條 只剩下一個歪瓜裂枣傳承血脈 枯戎手一個瘋了 另一個也銷聲匿跡了十年之久 至於蓬來東海的散仙 此人好似從未曾入過世 究竟有沒有這麼個人 至今都不好說 而那些好像能翻雲覆雨的名門大派 也都先後分崩離析 活人死人山今朝有酒今朝醉的 四處興風作浪 霍家寶如今已經樹倒狐村散 四大道觀各自龜縮 自掃門前雪 少林遠避世外 又念不完的阿彌陀 五月人丁凋零 連個叫得出名號的掌門都沒有 當年 哪個拿出來不是風風光光 就這麼不知不覺的 走了 散了 老死異鄉 中原武林的天上 似乎攏了一層說不出的音譯 所有星辰 微弱暗淡 死氣沉沉 在亂世中同人一起 自威自怜 反而剩下幾個北斗 威風得很 令人聞風喪膽 而浩瀚千年的傳承 刀槍劍擊輔月勾差 十八班兵器千萬班手段 到了這一代人好像都斷了偏 乃至於十無英雄 竟是數字成名